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傍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柯瑞时呼吁中美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 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表示愿意继续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重大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 推动更多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柯瑞也指出奥巴马期待与习近平保持密切联系 进一步推进美中双边关系 致力加强双方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合作 柯瑞早先也曾经先后跟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谈 谈到台湾和北韩的合问题以及南海的主权争议 在台湾问题方面 杨洁篪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 希望美方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承诺 柯瑞则表示 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 愿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但是支持海峡两岸对话 盛行于中南美洲的资卡病毒持续的蔓延 即欧洲的荷兰跟英国纷纷传出了确诊的病例之后 美国境内昨天也传出了首位感染资卡病毒的病例 不过当局强调 这一名病患是在境外感染病毒的 根据美联社报道 维吉尼亚州一名曾经到过疫区的返国的旅客 26号被确诊感染中南美洲盛行的资卡病毒 而阿肯色州的卫生部稍早也曾经确认 当地一名曾经到过加勒比海的游客 确诊感染资卡病毒 目前美国本土的病例都是在境外感染的 还没有出现在美国境内 被病毒带于蚊虫叮咬发病的案例 卫生官员也表示 目前并不是蚊虫盛行的季节 而且资卡病毒目前没有人传人的案例 民众无需过度的惊慌 根据最新的民调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支持率 已经达到了41%的新高 然而共和党的选情扑朔迷离 外界预期在全代会之前 总统候选人恐怕还难以定案 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和民意研究公司ORC公布的联合调查显示 川普得到41%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遥遥领先党内对手 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坚信 川普是可能夺得党内总统提名的参选人 更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川普的支持率是首次突破40%的大关 比第二位的克鲁兹19%要高出一倍多 而其他参选人的支持率都不到两位数 显示川普的领先优势显著 而且他在各群体的共和党人当中都广受欢迎 不过在大学毕业生和查党的支持当中 克鲁兹的支持率都比川普来得高 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 7月18号共和党全代会在克里夫兰市召开之前 恐怕都不会出现定于一尊的候选人 而这种扑朔迷离的选情 也将创下近几十年来共和党的记录 一项最新的报告显示 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快速的升温 目前房价几乎已经恢复到了2006年的高峰价位 而包括旧金山在内的四大都会区也都创下了新高 在就业成长强劲 房贷利率创下新低 以及代售房屋短缺等因素相互助威之下 去年11月美国房价快速的上涨 史坦普凯斯席勒20城市房价指数 比前一年上涨了5.8% 比去年10月上涨5.5% 全美各地房价几乎恢复到2006年7月房价高峰的价位 部分都会地区更已经从房价下滑的去世当中完全的反弹 与此同时的德州达拉斯 克罗拉州的丹佛 加州的旧金山 跟奥瑞冈州波特兰等四大都会区当中 有些地区甚至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指出 去年乘屋销售增加了6.5% 达到了526万户 但是房价上涨和可受房屋有限 最终可能会遏阻2016年房屋销售的成长 而在另一方面 房价上涨带来的挑战 部分可在最近房贷利率下滑的情况下获得弥补 联邦房贷公司房地媒指出 上周30年固定利率的房贷 由一周前的平均3.92%降到了3.81% 此外就业市场强劲和低优价 也都有助于本月再度提高美国消费者的信心 2016年世界末日中的时间介绍 由于核子跟气候暖化等问题持续威胁世界安全 2016年的世界末日中仍然是维持倒数三分钟的状态 世界末日中是一种象征性的全球局势评估 代表人类文明受造核子威胁的程度 如果时钟走到午夜12点 就代表世界末日的时刻来临 这次公布的2016年世界末日中评估结果显示 目前全球的状况离世界末日只有三分钟 由于伊朗与列强达成核子协议 以及各国在巴黎气象高峰会议当中获得的共识 让末日中距离午夜维持倒数三分钟的状态 但目前仍然是20年以来最接近午夜的时刻 参与西岸公布大会的代表有加州州长布朗 前国务卿舒兹以及前国防部部长佩里等重量级人士 他们共同呼吁采取行动 减轻核弹与全球气候暖化的威胁 与会代表指出 现阶段全球危机的严重程度 与1983年冷战高峰期的情况类似 佩里强调 叙利亚内战残害人民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000万名叙利亚难民逃往欧洲 另外美国与俄罗斯也重新发展核弹 俄罗斯还发表了攻击性的文宣 突发性的核弹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美国应该设法与俄罗斯尽速展开协商 布朗则表示 气候危机发展比较不明显 但却是科学的事实 如果人类不及时努力的话 将无法挽回生存的环境 在离开半世纪之后 旧金山护照局迁回了联邦大楼 新的办事处更宽敞 设有20个柜台 能更快速的服务民众 1960年代 旧金山护照局原本是在市政府中心的 金门大道450号联邦大楼内 但随后签到了旧金山金融区的市场街 又再转到了南市场区 昨天护照局是首次在联邦司法大楼的 三楼新办事处为民众服务 发言人表示 过去50年护照局是租用 私人商业大楼做办公室 这次决定要签回联邦大楼 使用许多的考量 毕竟联邦司法大楼是联邦政府的物业 将来再搬签的机会不太大 2015年旧金山护照局 总共为54,500人提供了服务 发出246,800本的护照 为联邦大楼内的新办事处 有20个柜台 供民众等候的大档面积 也比旧的护照局大 民众在新办事处 可以得到更快的服务 不过要注意的是 旧金山护照局现场只接受 计划在14天之内离开美国的 紧急申请服务 仍然应该要透过 原有的邮局收件服务来办理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去做 感谢我们的收看 下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